当中对我们这个牙齿不好的几样食物呢 哎 小欧神一片 现在变成了 对我们牙齿特别好的 我们先一个一个说啊 先说葡萄干 来 尝尝 尝尝 尝尝尝 甜 而且还有点沾牙 你觉得这个东西会对牙好吗 我 我 我其实我从小牙就不好 然后我其实看到牙医 我就会神经性的牙疼 我刚才牙其实一直有点 你看 你是不是都不敢 你是不是都不敢看老师 不敢直视 对不对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老师长啥样 真的 就是我刚才是有点滋滋的疼 但是我吃完之后 我不知道是心理作用 是听完那个报道之后 我心理作用 我觉得这真好使啊 还是怎么的 我小时候我就晕着 我只要一闻着来素水 和医院的味道 我就受不了 我坐在老师旁边 哎 真的 不是重点 重点就是我觉得 我现在吃完之后 我刚才那个神经不疼了 就是说这有效是吗 没准呢 那说不定就是甜 对你这个神经产生了一个麻痹 咱听老师长啥说吧 你别胡言乱提示 是这样 那像您说的吃葡萄干 牙不疼了 那的确是神经作用 葡萄干里面还有丰富的 奇吨果酸和白梨卤醇 这很多人都知道 那么这两种物质呢 它会抑制 牙周细菌的滋生 奇吨果酸和白梨卤醇 这两种物质 是能够抑制和预防 牙周疾病的 那看来这不是我心理作用的 那这个我直接都拿走 那你也别太高兴 这里边好像 它不只是这两种物质 是不是 对 刚才像你们吃到 这个葡萄干里面的时候 也都说了两种感觉 甜 黏牙 对 没错 甜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葡萄干里面 除了奇吨果酸和白梨卤醇之外呢 它还有丰富的葡萄糖 蛇糖 丰富的糖类 所以这种葡萄糖 蛇糖 它是对我们的这个取齿 有一个加速的作用的 会容易造成取齿 所以这个危害 大家都是知道的 所以葡萄干呢 它是一个双刃剑 它一方面 它可能有一致 我们细菌的滋生 一方面它又会有 促进取齿的形成 所以吃多了肯定是不好的 所以说呢 盈盈也别太着急 我们这葡萄干呢 就是可能对这个牙齿 有好的一面 当然也有不好的一面 它并不是一个防驱使的一个